见佛是真如 要想得到大觉大悟 正觉正悟 记住啊 需要修成佛的音 怎么样正觉 怎么样正悟 需要音啊 天天做好人 做好事 时间长了 你把音种下了 你出来就是好人 故事后 有一个礼部尚书 相当于现在部长的职位 你们知道 他是怎样来改自己身上的毛病吗 他有一个盘子 只要他动了一个坏念头 做了一件坏事 做错一件事情 他就往盘子里放一颗黑豆 如果他做对一件事情 动了一个善念 他就往盘子里放一颗黄豆 开始的时候 盘子里几乎全部是黑豆 黄豆很少 他知道他的念头太坏了 他着急了 他就天天改 慢慢的盘子里的黄豆和黑豆 持平了 到了最后 黑豆几乎没有了 全部是黄豆 也就是说 他战胜了自己的邪念 他心中 几乎没有一点坏的念头了 最后 他做了丞相 我们今天身上的毛病这么多 你们自己感觉到了危险没有 师父跟你们讲过 结婚之前就要自律 就要好好学佛 想想看 你们现在结了婚 麻烦来了吧 为什么很多人结婚了 都会吵架呢 都要闹离婚呢 就是在结婚之前 没有自律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才会种下这个因 得到这个果 要想大觉大悟 就必须种善因 不能有一点杂念 菩提因就是 种下菩提心的种子 也就是说 做什么事情 都要先想到 我是在学佛 菩萨会这么做吗 菩萨会这么占人家的便宜吗 菩萨会偷东西吗 菩萨会撒谎吗 菩萨情愿不讲 也不会撒谎 天天种下不好的因 心里想着 果不要发出来 可能吗 所以从化身里 要产生最清净的佛性 也就是说 你要有非常纯洁 清醒的脑子 你才会产生清净的佛性 化身 化身是什么 人家对你的评论 就是你的化身 我这个人很好 那个人很好 人家讲谁啊 你又不在 不就是讲你的化身吗 这个人真的很善良 你如果把做好人 这个因种下去了 人家说你是雷锋 大家一讲到雷锋 就说好人啊 雷锋是本人 但是雷锋精神 就是他的化身 所以要藏在化身里 经常要让自己的化身 干净 善良 要成菩提 你就是在修行 今天做出来的事情 讲出来的话 动出来的脑筋 全部都是你的化身 都会给人家留下烙印的 如果给人家留下一个好的烙印 那就是你善良的化身 要圆满的觉醒 才是正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非常周到的考虑 觉是感觉 觉悟 觉悟是思维上的觉悟 我什么都明白 我要做好事 做好人 叫觉 行是什么 就是行为 圆满的觉行 你才是正道 你们问问自己 你现在走不走正道 你看看自己的觉悟 看看自己的行为 是不是对的 跑出去就讲别人不好 这个行为对不对啊 天天嘴巴里 说人家不好 这个人 有觉悟吗 这个人 会是正道吗 所以 觉行 要圆满 就是要 非常的 注意 当心 性 性中 各自 离五欲 也就是说 你在本性当中 要自己能够离开五欲六尘 你自己的心中 必须把欲望 全部抛开 贪欲 连睡觉的欲望 都要离开 睡觉都有欲望的 我就不想起来 我就想多睡一会儿 这是懒啊 离开五欲 就是没有欲望 慢慢的 将五欲 统统修掉 把贪嗔吃慢疑 全部修掉 一会儿悟 你就是一会儿佛 一念悟 你就是一念佛 你们现在 坐在下面 听师父这么讲了 马上想 我一定要痛感前非 好了 你现在这一个念头 就是佛了 开悟了 过一会儿又来了 见性刹那 即是真 当你想到和看到 那些觉悟的事情 觉得是真的时候 那你已经是 得到真谛了 哎呀 我为什么要 这样害人啊 我真的不应该 我这辈子 再也不会做 这些事情了 好了 你真信了 刹那之间 才是真啊 当你看到佛时 你就是看到 本性真如 什么意思啊 想想看 你是怎么会看到佛的呢 你们看得到佛吗 你们以为 用眼睛看啊 师父教你们一个方法 怎么看好吗 不是用眼睛看的 做一件事情 刚刚想去摊 马上说 不能贪啊 贪会出事的 这件事情 本来不是我的 我为什么要去贪啊 这就是佛心来了 这就是看到佛了 这样做 才是用心看见佛 就是看见你们的本性啊 我们在念佛 念经 学佛的时候 一念中 我要成佛 观世音菩萨 人间 人间真的很苦啊 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我真的要好好修 我要脱离六道 我真的在人间太苦了 我受不了啊 我真的要脱离六道 这个时候 你就是佛啊 祈求观世音菩萨 在走之前 我要多度人 人生很短暂 就这么几十年 我要多带一些人学佛 我要把他们 带到天上去 这个时候 你就是真佛了 那你就成就圆满了 其实 只不过在你的 一念当中啊 所以要多想想 自己是佛啊 佛啊 然后 多念为真 就是说 当一个人 动一个好脑筋的时候 你是一个好人 因为你只有一个 善良的念头 当你每天 都是善良的念头的时候 你一定是好人 一定是善人 所以 多念为真 你脑子里 全部是好的念头 善良的念头 你就真的 是一个好人了 师父跟你们讲过 多想想 你每天是 坏脑筋动得多 还是 好脑筋动得多 你们应该用 黑豆和黄豆 自己试试看 例如 例如 人的心 能被 滚滚 能被滚滚红尘中的欲望 所左右 一天一天的 就多一天菩萨心肠 就多一点菩萨 慈善的根基 在你的身上 那么再大一点 看见周围的人都很可怜 再大一点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很可怜 那你的慈悲心就大了 珍惜别人吧 好好地珍惜 不懂得珍惜别人 就是不懂得珍惜自己 珍惜别人 珍惜别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